以色列军队明明是信息化军队却经常被有军武伤 时不时出点什么有军炮击轰炸军队内部火聘之类的问题 他们到底是怎么打仗的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半岛电视台又给大家展示了一个以色列国防军整个大活 上个月的时候呢一辆乙军坦克在加沙行动时 不小心脱离原定作战范围到了旁边的战区 然后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对着一栋可疑的大楼发起炮击 紧接着在炮击发生之后通讯频道里传来了怒骂声大喊是谁开的炮 这是坦克车组成员才意识到这种可疑的大楼 是乙军的一个牵线集结点 有两名IDF士兵当场阵亡 营长更是破口辣骂 坦克兵当然不敢承认 事后营长是亲自去翻了作战系统记录 才找到了当时是谁误诈他们的 至于这个营当时在做什么 这还真不好说 报道里也没提 不过目前海外互联网上主要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说是这也是前线修整地 那个战区的IDF都是在这栋大楼里面修整的 第二个说法 那栋大楼是以色列的前线指挥中心 这个我不好说 第三个说法则是说当时以色列部分军队 在冒充哈马斯配合乙军 搞阵地拍摄 结果被坦克发现后 误以为是真的哈马斯 然后一炮给端了 当然 这种物击事件绝非第一次 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 以色列已经报告过多起军队误伤事件了 其中最离谱的一次是以色列刚开始对加沙进行进攻的时候 第一个进入加沙城区的营 攻进加沙后被打退 后退的先锋营和后续营 因沟通不畅导致内部交火 最后后续部队直接呼叫攻击 把整个先锋营给扎上了天 那种种战绩都让人不得不怀疑一件事情 这以色列国防军到底是不是一支现代的信息化沙城部队呢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情 那就是在信息化时代 如果一支部队的训练水平不够 那么他们在战场上受到我方炮火攻击的概率 是要远远大于一战和二战的 在一战和二战时期 这个炮弹无眼 各部队无法及时高通 通讯系统难以下放到基层 误炸非常常见 此外由于距离过近也容易发生误炸 所以在以弱打墙的时候 弱势方会尽可能贴近 具有炮火或空中优势的敌人 通过这种方式逼迫敌方 难以进行瞄准和攻击 从而减少被对方的火力覆盖打击的风险 也正因如此 在没有信息化设备的时代 军队一般都是在火力准备后才发起攻击 同时城市作战 巷战里面会尽可能减少组织火力覆盖和火力准备 能做到徐进弹幕推进的 就已经是精锐部队了 但是到现代就不同了 随着精确制造武器的迅速发展 火力掩护可以随叫随到 就算是巷战也能做到导弹飞机 时刻跟随 哪怕距离敌人只有几十米 也可以精确打击 所以过去那些不允许使用火力准备和火力覆盖的作战场景 到了今天都变成了允许炮火支援的作战场景了 而当前军队指挥官也都是以军队可以做到信息化协同作为先决条件来对军队进行部署的调动的 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想实现这种配合 军队和军队之间必须要有密切的默契和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做到 很简单 义军不具备这种条件 现在的IDF就是在用信息化思想指挥的一支二战级别的军队 所以以色列军队在前线被友方募战的情况不说天天都有也得算是实有发生 毕竟嘛 以色列军队人均工资价值200天可乐 放在中国也就六七百的意思 而以色列的生活成本一般又是深圳的五倍 你说军队平常会不会针对信息化作战场景进行认真训练吧 但凡他们素质高一点也不如跟现在一样一点素质都没有 反倒是哈马斯却展现出了惊人的信息化协同作战能力 只能说一名哈马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 以色列的表现不值得他当初受的那么多训练 实在是有道理